台股新攻略 并没有是有多转空 咱们来观察在下礼拜行情变化 以及包括了今天 到底算是一个多头关系 还是一个空头关系 好 每天都要分两个部分来谈 事实上今天最刺激的还不算台股 这次应该是日本股市 早上涨了500点 上冲下息 对 盘中有跌了 刚才看盘中有跌了有超过500点 震荡很大 这个我们待会来谈日元的一个格局 因为这里面是有相关联动的 会产生新的主流出来 不过说我们指数归指数 个股归个股 因为个股会出现轮动的架构 那么指数的部分的话 刚好韦婷也跟大家提到说 到底今天是不是回到这个惯性定律 我们看一下 我们谈指数谈方向 那方向就是到底是不是惯性定律的 一个所谓的空方或者是多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几天的事实上 它是属于空头的惯性 注意我跟大家提到 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这一段就是盘中的关键点 我说过这因为交叉市场一个开盘收盘的关系 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是拉回的话 就还是回到了空头的惯性 那一般来讲 当然我说过这个没有百分之一百 在十二点半来到今天最低点的时候 通常这个就会 像昨天就标准了嘛 收到最低点 那今天好像这边直接就有人在那边坐驾上来了 不过空头惯性没有改变 记得这个是 那到底有没有改变呢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图表来跟大家提 来看一下 把十一点半的位置被瞧出来 习惯这个做法的话 就是让你慢慢的在这个市场上真实实物的操作 这个地方就十一点半 十一点半就在这里 那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很刺激啊 就是一路这样就要改变它的惯性 有人想要拉 早上就有人想要拉了嘛 一路都要想要拉 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是拉回的 而且在十二点半来到今天的最低点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最低点还多杀了一大坡 如果这个点 说要移到这个点位置的话 我跟你保证 一定是收最低 因为它一下子几点 就好像我们这边跟大家讲 这种传播的力量 就一直蔓延开来 来到十二点半收到最低的时候 大概可能预告一下 尾盘要收最低 先砍掉好了 先砍掉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一点 这个多杀多的架构在这个地方 那照理说 那今天已经跌到今天的最低点的时候 有没有 那当然这个行情照理说是应该要收最低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急跌了 化解了这一段上来 不然把这个点移到这里 这里再拉过来 时间的因素它就会收最低了 今天还不错了 多头是有在努力的 想要再努力一下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讲 这几个字没有变 空头惯性 昨天已经是很明显的空头惯性 对 那一样我们说过 我们不能只用一个东西来评断 一定要用指标来评断 一种指标 那我们就来看看指标现在的架构是怎么样 今天是指标架构 一样 昨天的这一根 你看 昨天 开盘没多久就出现空头惯性 那你说前一天的这个地方 这个输赢不大 你看这个点位 因为这里有好几节 你看这个点位输赢不大 可是我说你做多的话 如果以指数的 纯粹的指数的观念 我不是在那边推荐大家做期货 不是啦 我们指数有指数的观念 那你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属于空方的话 你看今天的这个点 跟今天的最低点 你知道这个来回接近200点 如果你敏感性高的话 像这个输赢不大是合理的 因为没有100% 因为你短线指标难免会出现这样 就好像我们做股票一样 我们尽量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最坏的状况输赢不大 好一点的话就是一个波段 这个是做股票最重要的观念 那我们利用指数来反映 最初我每天要跟大家讲指数说 也许这个空头惯性 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到一天 短空会变成什么 搞不好变成中空 中长空都有可能 因为短线是一直累积成中线的嘛 就好像日线一直累积之后 才有周线月线 慢慢的浮出台面 好那我说过 我们的操作模式 利用这种指标来跟大家讲 很重要的技术面的观念 也就是技术面我们一直贴着盘坐 技术面就是要贴着盘坐 技术是技术面是没有自己想象的空间 假设这个上来都一定会大涨 错 它反转了 是 对所以你就跟着反转做 也就是说我们遵守这个 跟着指标做的原则 输赢不大 对的话是一整段 这个观念 这是短线盘中的指标 大家一看就知道嘛 从昨天到现在就这些行情而已 短线的指标 你能够拿捏得准的话 你中线 我还没有看过那种 你那个关于这个指数 或者选择选一好 动不动就一直跟他凹啊凹啊 那个都是错误的 那个都是很严重的错误的 就是说贴着盘坐贴着趋势坐 这个股票的技术面也是如此 只是我们把它划成单一的加权指数嘛 划成单一的加权指数 让大家能够了解 那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那指数现在还是属于空方的 要了解哦 这个指数目前还在属于空方的 那我们讲股票的话就开始 就是个股的问题了 个股的要讲个股之前 我们要讲一个东西 这个叫什么 日元哦 这个叫日元 推定深深扁扁 这段的日元是扁值 对 很清楚扁值哦 这段的日元是扁值 那么最近的日元开始在 像昨天盘中就测试了 100附近 对 100大关 那大家对金融市场 市场的金融商品一定要了解 汇率跟整数关卡 有很大的连动性 那我记得我在前几天 103的时候 103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聊天 有没有 我有提到说 我们认为日元的扁值 会慢慢的缩减 对 有没有可能由扁转身 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还跟这个韋庭提到说 我们观察CME的这个日元的空单是大幅的在减少 你看有心人士早就知道了 那日元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有扁反升的话 我们就看到这个 如果我们要讲股票讲这个汇率干什么 这当然是有联动性的啊 所以联动性的话 大家就能够慢慢体会到 我要跟大家讲说 你看看啊 你看我们跟大家提到一档股票好了 就是2379的 瑞玉啊 瑞玉今天开始急杀了 急杀了 因为今天盘升 昨天的盘中 日元开始转升 那么日元的这个升 这个转升的话 就不利于IC设计 这个很重要 这很重要 然后日元转升之后呢 你看昨天外卫市场上 大家都应该知道 是SWIS FRAN 就是瑞士法郎急升 因为资金跑到那样 因为美元转弱了 这个瑞士法郎 然后接下来是瑞士法郎升值的话 就会带动British Pump 就是英镑 很快的欧元就跟上来了 所以这两个跟 我们的产业结构就有联动性 就好像我说的 就像这个图表就是瑞玉的 日元一升的话 瑞玉就一直跌了 对 IC设计最传统的 所以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提到 日元一升值的话呢 IC设计就下来 那我曾经跟大家讲说 IC设计跟什么股票联动性 叫做升什么 升级股 那下个礼拜升级股就是焦点 会不会因为这样资金 转到升级股而升级股上来 这个都是 我们在这个结构的讨论上 这个学问是比较深一点 都靠经验 注意哦 你看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瑞玉的图表 我们再来看瑞玉的图表 是不是指标早就转空了 瑞玉的图表 指标早就转空了 今天盘中真的还算是蛮弱的 险些被换到的跌停板嘛 对 瑞玉的 你看前几天 对前几天就转空了 转弱了 5月15号 对就转弱了 就告诉你说要顺势出场了 对对对 这个地方顺势出场 我说我们的指标 给大家是简单好用 简单易懂好操作 你看简单你都很清楚 它起跌第一个难 瑞玉涨一波了 你顺势出场 对你无伤 对你无伤 瑞玉涨一波了 有没有看到 瑞玉涨了这一大段 对 你在这里出场 对不对 那你会觉得 刚好那么巧 前两天日元已经开始 有一点转 转强的感觉了 所以它慢慢的攻上来 结果真的跌下来 所以指标的设计上 这样的指标设计 我觉得是相当完美的了 你不可能卖到最高点 很合情合理 可是你这一段 你是可以足足的 给它赚到手上来 这一段 然后跌下来的话 那你不用担心它了 那这个跌下 也更印证我跟大家讲的 IC设计 真的跟日元的升值有关系 那如果在IC设计 再推延的话呢 那下个礼拜 大家就可以开始注意 这个所谓的升级股 会不会因为这样而上来 那我们看到最近升级股 也有利空一大堆 又是牛张之 可是你看那个 那个葡萄网也不太跌了 今天盘中还转强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 这个就 明明之中股票上 它有一个安排 就看你的专业程度够不够 如果你专业程度够的话 你很清楚看到 为什么最意会这样子跌 还是很奇怪啊 不是说 这个投资本来说 问我说不是很多人在吗 外资也买 那法则也在买它 没有 他们是顺着试做 这个投资本来每次都要问我说 老师这个技术面 技术面怎么样怎么样 我还是强调那一句话 这个是业内主力做的 或者是法人做的 所以法人啊 他们没有看技术面 因为这个图形都是他们做的 他们买上来才出现这个图形 当他们开始调的时候 图形就变这样子 所以指标的运用 只能告诉你观念而已 但是你要很好地了解这个国际盘 金融商品的变化 像我们跟大家提到的 股票市场上很多都是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每天啊 花很多时间在做资料的整理 资料的整理 国际股市当中的这个行情变化 跟一些各股上面 对对对资料的整理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资料的整理 很多都很有趣 像每天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这是8点45分 反正移到这边比较清楚一点 8点45分 那道琼这些大家都 道琼昨天还抗跌了嘛 可是我们要注意哦 美债的殖利率 你看2.02了 2.02了 如果2.4的话呢 所以越到这个地方 美国具有所谓太繁荣了 那你不觉得很奇怪 最近大家在讨论这个 这个日本股市的一个大跌 不是跟日元的这个指标率 有关系吗 你看日本指标率才1而已 就很恐慌了 1就很恐慌了 这已经来到2了 这跟他们长期的这个利率 是有关系的 美国是2008年之后 利率才降低了 可是在2008年过去这10年来 日本本来就是维持很低的利率 跟这个有关系 但这个讲了很多 但是这个指标率率要看 好美元指数真的转弱了 开始转弱了 所以昨天最强的外汇市场上 全部都在Swiss Brand 就是瑞朗 瑞朗很清楚的 好注意生技股又开始在动了 你看在美国的震荡 生技股又开始在动了 人民币已经开始就在转扁了 我曾经在这个月初 就跟大家讲说 这一个月的月中过后 汇率市场上会变化很大 你从CME的这个市场上 你看就是很清楚了 变化很大 鼎湾哥以前在做外汇的 对 在做期货这一块的 对 期货外汇这个 我们都很熟 那时候每天要打电话去厂内下单 是 爱烙影意哦 好来看一下 苹果 苹果做短头了 做短头了 好我们要看到 这个是围头影的 今天洋民光今天又开始转强了 等你的两天又开始转强了 实际上有些股票 像群壮这些 在国外相互都做短头了 都做短头部了 注意哦 还有这个 这个也是跟洋民光有很大连动性 还有最近的3DU在飙了 对 3DU在飙了哦 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提到的 我们这一期如果有机会要跟投资朋友见面的话呢 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观念 好 这些 这些 太阳了 生计 刚刚还印证这一些 好 那我们再看一看 你看 这一些你看看 全世界所有重要的股票跟台股联动的股票 只要投资朋友早上把电脑打开 对 8点多 这个8点多 它就在自动跳出来 跳出来会有声音 你对国际股市在涨什么 什么股票在做头了 IC设计跟日元有关系 你看看日元在升值了 你对IC设计股市 如果你手上有IC设计股 实物操作来了 对 遇到指标的转弱 赶快出场 不要留念 是 你看今天联发科是不是大跌 很奇怪 很奥妙的地方都慢慢出现 还有 如果你想要做IC设计股的话 你就暂且先停看听 这个叫做实物操作 所以这一块就可以提供你 投资朋友 你在这个股票的选择方面 它有正面表列的 有负面表列的 所以每天一大早 东西很丰富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 你不用去担心它 它会自动跳出来 那这一些功课 都是我每天早上4点多 就起来开始做了 这个4点多要爬起来 真的是要 很大的这个意志力 对啊 你看如果冬天的话 那这礼拜呢 这礼拜的重点 我们就在这一块 投资朋友 你要赶快预约报名了 要预约报名了 早上下午 早上预约 下午这个 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 太阳能今天有没有拉尾盘 有没有注意到 好 我们就在这个上半场 要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一档股票 它的名字叫 3576的新日光 好 好 来去看新日光 还没有转空 对对 还没转空 我们先看它的图形 还没转空 这个位置 还可以继续抱着 对 继续抱着 做操作这个指标的操作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卖点有了 你把它卖掉 这一点两成 你躲过了 买点来了 你顺着试做上来 对 到还没有卖点出现的时候 因为你跟我讲说 你要卖到最高 这个我就 这个我就没办 这个人 我也只能吃两碗饭 对不对 你一定要筛三碗四碗 然后 顶带哥哥 你要卖到最高点 买到最低点 四天没得到你 对 来 但是对的话 那你一个大波段 这里是三成 对 你一百万的 这个投资的话 拿回一百三 一百三十万 这个指标我说过 你如果长期看我们 这个节目 你都很清楚 你看很清楚 设计的都很清楚 对不对 你不用再为什么 主力进出 买张卖张 这是多头的攻击量 都把你设计在 这个指标里面了 因为等你判断清楚的话 还要判断 就会有杂念 对 因为技术面 只是三分之一而已 我经常讲 技术面只是 只是股票市场的 一个三分之一而已 三分之一而已 你要从基本面 跟消息面 那你为什么做太阳能呢 因为太阳能在涨 因为国际股 在太阳能在涨 我们赶快 再讲一个重要观念 来 我说嘎空怎么嘎呢 开白要开几档 三档 九点多之后 要先压回 有没有压回 有 然后呢 这个叫尾盘嘎空的模式 尾盘嘎空 尾盘一定会怎么样 收到怎么样 收最高 好 这个股票 融卷一直没有退 注意下个礼拜 这个股票 还很有机会 再注意我们这一些 再注意我们这一些 明天早上的 这个 这些重要的业内 主力操作手法 我一并告你告知 让你一次就通 好 除了包括了在新日光 现在在嘎尾盘之外 他们其他个股 是鼎泰哥个 口袋当中的私房股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一席之地 桃园一文特区 台湾的雄伟 世界的骄傲 一生的努力 成就一个传奇 将所有荣耀 献给您的家族 见证传奇大宅 传承家族荣耀 把全世界最美的豪宅 留在台湾 中越一品 桃园一文特区 03356677 创业做投家 24到27号 台中世贸家盟展 祝您创业成功 哈喽大家好 他是林又威 哈喽大家好 他是非常厉害的 插画大师 阿力 我们一起设计 一系列新竹庄 每定用一件 我们捐出十元 给儿童福利联盟 帮助需要爱与关怀的 小天使们 还有机会 跟我一起去幼儿园 跟小朋友 一起种下爱的魔斗 让幸福与爱 成长茁壮 现在上网 搜寻爱乃克 爱Good 我们与小天使 等你哦 cence 88路线竞庄 本车开往台腹大道 上涨88点 所有的消息们 收到最后 三粒財經台在88頻道 范玉華 蔡瑋婷 李星雲 楊一梅 陳舒賢 王志玉 財富的起點就在三粒財經台 鎖叮叮 每天發發 時尚天思請去六千九百八 享受超值睡眠 幸福空間 請來床的世界 歡迎再次回到台股新攻略 帶你掌握全世界 好 今天要來掌握時間了對不對 直接來切到個股的表現 好 我們來看一下個股的表現 來 看一下 我們剛才從我們早上的圖表裡面 就看到很多股票已經開始出現賣壓了 群創 群創也賣壓出現了 群創 注意 我們說康妮在國際股市做短頭部 稍微留意一下這個指標出現 其實不要太介意這一些 其實投資朋友你有買有賣 你不要擔心什麼 應該是這個觀念 不要老是覺得說 我們賣點到了你沒有賣 然後真的跌一大段 就在那邊垂胸頓俗 這個好像也不對 你就是很機械化的 賣點到把它賣掉 那你會賣的原因的話 怕你自己定心不夠 不願意賣 我們還提供你國際股市相關的股票 是大跌的 所以你賣的更理所當然 對 他就沒有漲的理由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對論的 因為所以我說過 每天早上你看我們盤前的國際股市的分析之後 你會有正面表列跟負面表列 太陽能持續在漲 太陽能就長線多頭 一旦歐元 我說過 歐元如果升上來了 因為日元升值帶動了瑞士法郎的升值 歐元就跟在屁股上來了 只要這一兩天你看到英鎊上來 歐元是鐵牆的 那歐元一上來又有利什麼 太陽能 所以今天尾盤 我們剛才不是看到太陽能吉拉 對 太陽能吉拉 那這種觀念都要弄 在自己操作上都要弄得很清楚 好 我們說 太陽能我們做也不只是太陽能 因為國際股市的太陽能都在大漲 這個我們講了好多天了 所以太陽能已經 在國際股市的太陽能 已經形成一個中長多的架構 那這裡在臺灣的太陽能剛好面臨到 這個市場上在談的這個 歐盟的 這個到今天傍晚的時候比較清楚 因為到歐洲市場上比較清楚 好 一樣 你有國際股市的太陽能的觀念的話 你當然具有所謂的基本面 就好像我們說的 你不只有消息面 所以這個就要讓投資朋友 如果你純粹是用技術面 或者說你的操盤軟體來操作的話 你老是選股選的不怎麼樣 就是因為你少了這兩項 對 跟你寫的技術面好像 怎麼這個技術面 大家都站上這個季線的話 你的股票就特別弱 人家的股票就特別強 因為人家是包含這個題材的 我想這個都很重要 一樣喔 有這個帽底的題材 你看它的成本價 你都要知道 它的大股東 八十塊 距離還遠 新日光 那新日光 這個股票是具有所謂業內的題材 對 我要跟大家講 業內的題材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它的做法跟帽底會不一樣 帽底是外資的股票 新日光是業內的股票 所以我們這一次要跟大家見面的時候 我要把幾個業內的操作手法 你要很清楚了解這一塊 你譬如說為什麼軋空 尾盤軋空要跳高 跳高三檔 九點半之後 九點四分之後要拉到平盤附近 這個叫仰空 那為什麼叫尾盤軋空 尾盤自然會收到最高點 這個模式在現在業內主力慢慢因為證索 所以問題回來的時候 它會更加的明顯 對 所以這一次的焦點 當然帽底我們說說到做到 買到賺到不是嗎 是不是 我們的客戶 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 慢慢的坐上來 賺了六十幾趴啦 六十幾趴的話 我們這個 還沒打算要罷手 為什麼 因為前兩天 還不用出 對 還在做買進的動作 624的帽底 有沒有 來看一下 長得一大段啊 還沒有出現藍色箭頭 對 還沒有出現嘛 我們前兩天 有跟大家講 我們還做加碼的動作 加碼的動作在哪裡 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加碼 帽底 5月22號 對 還在做加碼的動作 前二十號 對 你看 這個 這個5月22號 簡單清除 簡單一種好操作 這個文字跳出來 浮桌你持續的上工的做 你做的會很放心 你買的很自然 你做的會很放心 這個股票市場上 我這樣覺得啦 投資朋友 你看我們的節目 我一直要傳達一個操作的理念跟觀念 也許我沒有辦法給你做金上倉那種 天天跳空打漲停板 也天天跳空跌停板 甚至昨天616的彩晶 融資暴增 對 今天一開盤是跌停板 那個很不好做 我們要給讓自己長期穩定 對 而且你可以買買一百張 一千張都可以買的下手的東西 你看這種很簡單 這張買下去可以睡著 而且你可以穩中慢慢的獲利 而且只要國際股市太陽能沒有衰弱一天 你隨時短線指標轉弱都可以再加碼 你甚至高檔可以調節低檔再接 一直重複循環的做 這就我跟大家講的 大家一起跑的那些股票 突然間他們跑出來 後來形成跟國際股市完全的密切連動的時候 這就是你賺大錢的開始 不斷的重複買進賣出買進賣出 因為它漲多少總會拉回的 把這個觀念把它繞清楚之後 你的依據就在只要國際股市漲上來的 這個太陽能漲上來你就可以這麼做 就重複的這樣子做 那國際股市太陽能已經形成中長多了 所以你看短短的幾天 這個兩三個禮拜你也很清楚很簡單 而且我們前兩天跟你講 這也是什麼加碼 再加碼 一拉回我就跟它走 短線的小時線的指標也好 我就敢再進場 我高檔敢賣我低檔 這個來回包括15%左右的話 我也省去了15%的拉回 自己擔心受怕的 所以來來回回有時候連價差都賺到 我們也跟大家提到說 美國股市在漲3D列印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要跟大家講3D列印 像這個就是3D列印的概念股 這個是microfishing 昨天又開始漲了 我前兩天就跟大家講 它的股性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的差別在哪裡 這是這個就是不太對勁的拉回 這個做法就是多頭的做法 所以它多頭的做法 你就可以持續做陽明光 陽明光的格局就是這樣 有可能休息一下 然後再往上溝這樣 那陽明光的基本面 你就有搭配基本面 我為什麼不選雅光 我覺得雅光是轉虧原因 比不過這個賺錢的啦 你要做就做賺錢的 對對對 之前我們曾經這樣做過這個模式的話 讓這個陽明光 一做就是兩倍三倍 這個只要咬住這個題材 那我們也跟大家提到像石威 8416的石威 這個也是我非常看好的 投資朋友打電話 我這檔股票 對對對 3D列印的石威 今天工廠廳 對對對 前兩天我們就開始進場啦 我們也可以讓大家看一下石威 什麼時候就在 5月21號 你看5月21號這邊 5月21號 5月21號 第一根 好 禮拜二喔 洗漲 符合標準都來了 然後呢 文字序是10點1分 10點1 5月21號 對不對 這個就是操作喔 這些點點滴滴的話 包括國際股市像X1這些股票 都持續的在飆高啊 對不對 那石威今天也開始動了 所以我們做什麼東西 都有一個依據跟架構 那這個依據架構的話 投資朋友 你可能很想要了解說 這樣的操作模式 你的利多在哪裡 你對指數像這個 我跟大家提到 你這對指數的看法怎麼樣 怎麼樣的模式 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 一次從7700看到8400 再從8400看到這一兩天 8200多 那這個模式的話 這個操作這個架構 包括主力業內 他們怎麼做股票 下個禮拜 3D有沒有 生計太陽能 會不會再飆一波 尤其生計好久沒有動了 對不對 這個地方桃園跟高雄 你要把握 因為我覺得 當然我說過 剛才這個韋婷也說 口袋是有飆股的 對不對 口袋是有飆股 我準備把它帶到這個 跟大家見面的時候 跟大家來分享 沒有提到生計 是想說口袋名單要留在明天 對不對 這個生計各國院現在 大家一定要把握 就是說我們再看一次 要把握這個時間 禮拜六就是明天 明天早上在桃園 下午在高雄 把握這個機會 我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 主力業內的操作手法 一旦這鎮索稅拿掉之後 這些主力業內 怎麼這樣子操作他們的股票 什麼叫做大波亂 什麼叫做標股 什麼叫做軋空行情 一併跟你告知 好 還是要請大家持續來鎖定 明天5月25號這個禮拜六 早上在桃園上午在高雄 頂貝哥哥會與您有約 有問必答的 對 還有口袋好的標股 好 感謝大家收看了 直擊昨天下禮拜一的 台股新攻略囉 我是韋庭 我是居宇奈 好 我們下禮拜一再見了 拜拜 拜拜